嗨大家好我是居居凱 上次呢我们介绍了狂派的 Plus 2小尾巴USB耳扩 虽然它已经非常的小巧了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还是有点大有点重 而且价格也要三千多块 对很多人来讲 我只是要一个轻便 比较高一点音质的小尾巴而已 所以狂派在今年推出了新的产品 就是这个 狂派Player 来看一下它的盒装内容物有什么吧 Open 好的 它的盒装内容物呢 非常的简单 但也是非常的良心 就是一样有送你 Type-C转USB大头的 可以让你去接电脑 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再来这就是它的本体 然后我们来跟那个 Plus 2来比较一下 就整个瘦下来了 而且重量超级轻的 那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规格吧 那它所使用的解码晶片呢 是ES9218P DAC再加上 SA9302L的解码晶片 那最大的位元呢 是32bit 那最大的解码呢 PCM是384kHz 那DSD呢 是256 全身呢 也是采用金属外壳 那它的重量呢 变得非常的轻 只有10亿功克而已 那它的连接线呢 是直接做在本体上面的 不是可换线的 所以你在购买前 你就要想好 你要买Type-C的 还是买Lighting的 那支援的系统呢 一样有Win7 Win10 Android iOS 还有MacOS 那因为呢 它是更入门的产品 所以它的输出界面呢 就只剩下3.5mm 最常使用的 那输出的电压呢 可以高达2V RMS 介绍完规格之后 我们接下来 就要来试听 Player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这次试听的方式呢 跟之前不一样 我就不拿耳机来试听了 这次我们要把它接到 我身后的这一组音响系统上面 那前端呢 一样我们接手机 后端的部分呢 因为它有3.5mm的Code嘛 所以我们用3.5mm把它接出来 接着红白RCA 再接到我们音响系统上面 大家就能听听看 Player跟Plus2 声音差距多少 RearRCA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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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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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经过了简单的试听跟比较之后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很多吗 以我听出来的感觉 Player有Plus 2八成的功力 可以说是同一个模子的精简版 虽然音场 中低音的表现 还有解析力都稍微比Plus 2弱一些 他把一般人比较不会常用的部分 平衡输出 指示灯 换线的部分 全部省下来 换到的就是轻巧机身 还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所以对于预算有限 而且又不想拿那么重的东西的人来讲 Player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狂派Player 非常的便宜 只有Plus 2的三分之一的价钱 把不需要的东西精简化 留下最常使用的3.5mm的接头 变成不可换线的设计 声音一样着重在于中低音的表现 高音有点暗 但是还是一样 圆滑不肩刺 对于我这种喜欢轻便的人来讲 Player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次的开箱 狂派 Player 拜拜